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仇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浪漫医生金师傅》3第7集 嫖院长代表外伤中心参加申请预算的座谈会 但这次申请预算必然不会容易 因为医院得罪了一员 而一员正是负责审核的人之一 一员本就对外伤中心充满怨言 听到嫖院长宣传医院更觉得十元医院厚颜无耻 今日天空飘起了雪花 正巧是雨震的休息日 她出门跑步锻炼 突然半路冲出来一个男人 雨震发现这个男人受了伤 喊住了准备离开对方 男人对雨震充满警觉 不自觉地握紧了手杖 但雨震只是温柔地帮她包夹伤口 劝她赶快去医院治疗 男人对雨震的好意毫不领情 扭头就走 但没走出两步就晕倒在地 雨震带着男人来到十元医院 男人紧紧抱着背包 不许任何人触碰 雨震查看了男人的腿伤 一番处理后 把男人交给小雅等人照看 这时外伤中心即将送来 四名枪击案的伤者 如今外伤中心人手不足 护士长建议车医生 呼叫金师傅来支援 但车医生觉得没必要 可以先看看患者的情况再决定 护士长第一时间表示反对 不惜违抗车医生的命令 护士长认为时间就是生命 在急诊关头分秒必争 况且外伤领域并不是车医生的专长 闻言车医生终于被说服 雨震被紧急叫往外伤中心 原定的休息日被迫疗草结束 雨震毫无怨言 立即奔赴工作岗位 金师傅也一同去支援 没多久四位枪伤患者被送到 急需郑医生做出决断 但郑医生在一员儿子的事情中 留下了心理阴影 他看着几位伤者 躊躇着不敢做出诊断 还好这是金师傅和雨震感到 由他们主持大局 外伤中心很快 井井有条地运转起来 车医生一直没有露面 而是观察着金师傅的一举一动 车医生来之前曾问过朴院长 明明金师傅在石原医院充满威信 为何还要找自己这个外人来当主任 朴院长给出的解释是 车医生来当主任 可以给外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但车医生总觉得不对劲 这个理由不能让人信服 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这时他注意到 金师傅在拿仪器的时候有些不稳 还时不时地活动手腕 车医生似乎明白了其中缘由 四位患者中两位冲了枪伤 其中一位身体被两枚子弹贯穿 体内还留有一枚子弹 另一位大腿重弹 很可能伤到动脉 还有一位患者有腹枪积血的情况 面对如今的局面 外伤中心人手严重不足 在大家焦头烂额之际 车医生姗姗来迟 金师傅对他散漫的态度感到不满 车医生话里有话地说道 反正金师傅一个人就可以操控全场 他慢点出现正好给金师傅 大展拳脚的机会 金师傅没有领会车医生 开始安排工作 与朕负责腹肌血的患者 他和恩在先做肺部贯穿的手术 在此期间由车医生先取出 大腿受伤患者腿部的子弹 并将血管缝合 车医生对此没有意义 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金师傅的手一眼 在把肺部贯穿患者送进手术室之前 恩在帮他进行了处理治疗 恩在在患者两边胸腔放上胸管 车医生认为恩在这样做话说天足 有诊断过度的嫌疑 但与朕鼓励恩在 他身为主治医生 有权利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此刻在世源医院里 金师傅刚走 就有机车手上的患者送来急诊 事故送来的患者中 有一位腿部肿胀严重 需要进行血管手术 而这些患者们竟然认识恩卓 恩卓努力装作不认识对方 但这些小混混打扮的人 脸上露出争鸣可怖的笑 让恩卓不由的惊慌起来 在这次治疗中 军医被委以重任负责血管手术 军医感到压力很大 他已经私下练习过多次 但毕竟没有实操过 无奈 如今石原医院可以做这个手术的 只有他一人 军医只能临危受命 但他的隐形眼镜快递 还被拦在半路上 军医骑虎难下 非常紧张 其他机车事故患者们 大声挑衅着恩卓 嘲笑恩卓这些年来 竟躲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小地方 小雅警告这位患者 不要在急诊室里大声喧闹 不然就请他出去 这位患者被小雅数落得稀里不爽 伸出手去想要打人 恩卓一把抓住他 警告他不要闹事 局势瞬间升级 恩卓和这位患者差点打了起来 患者称 要和恩卓把十年前 没了结的事情断个清楚 他出言讥讽 恩卓这种杀人犯 不可能穿上制服 就从乌鸦变成白鹿 恩卓再也忍不住了 握紧拳头挥了过去 碰巧宇正有事回来 即是拦住恩卓 在宇正的一再劝导下 恩卓终于慢慢恢复理智 松开了手 一转身 小雅失望而不解地看着他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一共四台手术几乎同时开始 金师傅和恩在 为胸部贯穿患者手术 车医生在护士长的协助下 开始了腿部重担患者的手术 宇正和小华 即将开始胸腔积血患者的手术 他们等待着恩卓 但恩卓迟迟没来 于是宇正决定开始手术 手术刚开始就出现了大出血 宇正临危不乱 而小华手忙脚乱 用抽吸仪器已经不够 小华直接将手伸进胸膛里 咬血水 好不容易才终于把局面控制住 宇正开始了下一步操作 宇正此时还不知道 恩卓再换好衣服准备来手术室神 被那位机车患者和他的小弟们拦住了 俊一在进手术室前说出了自己的紧张和担忧 但在鼓励之下 他还是鼓速勇气走进了手术室 紧张地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主刀手术 此时传来噩耗 医院血带告急 而运送血带的车还堵在半路上 金师傅立即联系同样堵在路上的杨医生 好巧不巧杨医生和朴院长的车堵在了一起 金师傅拜托杨医生寻找血带运送车 找到后立即送一箱血带来医院 梁医生搬运血带的时候 朴院长也出手相助 两个人扛了三箱沉甸甸的血带 冒着大雪一路狂奔 另一边金师傅和恩在的手术室里 出现了紧急情况 因为恩在在患者两个胸腔都放了胸管 导致患者出现皮下气肿 恩在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他眩晕起来差点摘目稳 在金师傅的大声喝之下 恩在才勉强打起精神 这时患者心薄停止 金师傅顾不上患者还敞开着胸口 立即为他做心肺复苏 千军一发之际 杨医生和朴院长终于赶到了 懈怠急着送到 两个人疲惫的瘫软在地 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于震的手术结束了 小华像是丢了半条命一般 于震却难得的一个平日里的冰冷 温柔地鼓励小华 他今天表现很好 小华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感受 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于震从手术室里出来 才从小雅那里得知 恩卓不见了 车医生那边的手术还在继续 按理来说 这台手术应该和骨科联合进行 但金师傅却安心地交给了车医生 金师傅认为 这里是外伤中心 不必拘泥水来主导 一切以患者为第一出发点 而且他相信 车医生的技术完全能够胜任 车医生在患者的大腿处找到了子弹 子弹轻微地嵌到骨头里 车医生判断子弹没有嵌得很深 于是决定直接拔出来 但在拔出来的瞬间 鲜血喷涌而出 患者生命体征快速下降 金师傅那边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患者的心跳仍未恢复 情急之下 金师傅命令恩在为患者开胸 用手伸进胸膛 进行心脏按压 本期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